注意哪些事 录完之后当然你可以执行的 这个应该没问题 不过我发现还是有同学 可能几个不错了 没关系 重来一遍就可以了 录制重新多做个几遍 因为这个失败率很高 如果你完全没有录制过的话 然后 再来它会放在Visual Basic里面 的哪里呢 模组里面 接下来就是要熟悉什么 这个叫Visual Basic 以后的话VPS就是指的是这个东西 你可以先习惯上是把它缩小 浮动在上面 这个东西它放哪里呢 基本上会帮你录制好的东西 一律都会放在模组里面 模组里面会有个Module 1 你就把它怎么样 打开来就可以了 基本上它程式就放在这里 当然你可以把它关闭了 它就可以关了 打开就有了 是这样的 然后字太小的话 你就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把这个字稍微放大 12号字好了 按确定 大概这样子 看起来会比较清爽一点点 然后如果你下一次再开启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关掉 下一次 不过记得不能随便乱关 这个没事不要关 之前有同学这样 全部关都没有了 然后再把它关掉 它想说完蛋了 怎么办 再打开 还是一样 不过其实也不用担心 它想说糟糕 坏掉了 要不要重管 其实不用 记得就从什么检视里面 专案总管 所以画面上不见的东西 以后请你在检视里面找 它就出现了 一样可以把这个模组 把它打开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程式 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它帮你录下来的 第一行程式 因为你游标有点选 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它会帮你写出 Range14.select 然后再到Active 有没有 Active目前活动的 Sale指的是储存格 Formula指的是公式 因为你刚刚不是有 把公式打勾吗 它不是加进来了 对不对 它就录这一行 AutoFill指的是自动填满 自动帮你把下面填满 最后会有个选举区 所以会有个select 程式又完成 所以再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就是再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加上注解 那我这边有加上注解 已经完成的 所以把它demo 有什么差异呢 请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贴上去 给各位看 贴上一下 因为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差别在哪里 第一个我把上面这些东西删掉 因为多那些东西怪怪的 那可是你会发现上面 只要前面是单引号的话 后面这些就是所谓的注解 注解的话呢 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因为你担心说你将来忘了你做了 做过什么动作 那你可以在每一行的上方 加上你做过的步骤 所以我的习惯是 反正我在做录制剧集之前 也许我在写在旁边 录完之后我就把 我做过的动作 简单的写在这个上面 那好处就是说 我以后回头一看 我就知道我这个剧集 是到底是怎么做的 另外的话呢 至少你也看得懂下面的程式 所以以后假如 你要写某些程式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写 你录久了 大家也知道 他会自动产生什么东西 所以看久了 有时候慢慢也会增加 你就是写程式的能力 至少反正培养 就是跟他多培养感情 这东西其实久了之后 你就跟他成为好朋友了 他以后呢就会很 就是跟他好之后 他自然你讲的话 他都听得懂 而且呢 他都可以自动的 全部帮你做完很多事情 感觉真的是 非常值得信任的朋友 比那种其他朋友还来的好 或者员工也是一样 做的 因为其实你会命令他的话 他会自动做很多事情 甚至那个VBA 可以自动执行 几点几分几秒做什么事 每天固定做什么事 只要你是打开了状态 他都会自动做 所以等于是你如果全部自动化 可以做非常多的事 只是说大部分还不会这样做 甚至你要让他可以有思考 有感情可不可能 其实我觉得真的有可能 所以AI人工智慧 这不是说假的 那什么工具可以实现 其实只要能够写一点程式的都可以 因为他可以学习 他可以把一些状态记录下来 然后找到最好的给你feedback 那不是模拟人吗 思考 对不对 怎么做最好 对不对 只是说后面的部分 还是太高声了 慢慢按部就班来 所以做完之后 我们就完成了入字句集 并且加上注解 加注解 关键在哪里 这个单引号 还有步骤 所以我建议 你在学习这东西 尽量要有调理 而且不要急躁 最重要是要放轻松 真的 你如果放轻松 你就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尾水 没有很困难 好 再来的话 我们完成之后 我们就有两个按钮 那刚刚按钮部分是从这边 开发人员插入的表单控制项 可是呢 当然在这边执行 不是可以这么生硬 其实我在云端上还有放 其实你如果说 你要放个笑脸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这个笑脸 你甚至可以给它不一样的颜色 那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呢 指定聚齐 有没有 这样比较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如果担心你老板知道 你会写VBA 对 你就把这个旁边放个笑脸 对不对 按下它 对不对 你不要写这个正经的东西 这样他就不知道说 你原来 你可以下班之前 再把它按钮按一下 再把它需要的东西给它 这样OK了 那清除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插入这边的话 也可以用个叉叉吧 看下哪边有个叉叉 你这边有个叉叉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加一个叉叉 然后样式自己调一下 按个右键 这边也可以指定聚集 也可以让它变成清楚 所以其实 你要执行VBA的方式 非常的多 OK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再来就是 不是用录制的 而是你要自己开始 学着撰写VBA 那为什么要学 因为主要 你自己录下来的东西 第一个 当然你不了解 你就没办法改 没办法改 它就是固定的 也就是如果你资料变多 那怎么办 像103 这个数字 如果你不会改 假如资料增或减 那怎么办 就完蛋了 所以很多人会录制 但是不会改 就是变成你要一直不断录新的 那如果你会改 不用了 做一次就好了 OK 所以为什么要学VBA 主要在那个弹性 你可以自己加一个变数 可以自己去变动 所以待会的话呢 一样 就是先怎么样呢 把这个聚集 再拖拉一个 这边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叫 VBA 好OK 所以我们按步就班 后面反正就是一步一步的 最困难的也是 就是这一个 就像玩一个游戏 那个魔王出现 它慢慢 这个东西不用了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清掉 这个可以把它清掉 那清楚地按delete 全部消失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来撰写VBA部分 那撰写VBA部分的话 大概有几种方法 一我可以直接把公式丢进来 自动执行 二我重新撰写里面的内容 在VBA做完之后把结果丢过来 那还有两种方法 我们先从简单开始好了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我讲的这个 这个剧集里面 像这个字把它放大了解一下环境 再来自己再注解一下 注解不见得要打得跟我一模一样 你可以打你自己 有习惯的方式 这个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刚做完的东西 在云端上也有 如果说你想参考的话 也可以到云端上面看一下 好 好